这样子讲起来 这个人是两次了 你在这个捷运里 因为他就在捷运里面 他带着琪琪 他就在直播了 那个人已经 已经在你旁边了 其实他第一次已经对你 你自己认为已经很不舒服了 那第一次 到他推出去的时候 他又过来一次 那我要问的是说 那显然如果 如果他一开始就有这个歹意的话 在车厢为什么 你就直接制止他 为什么还要跟他拍照 对 你不可以这样子 因为太过分了嘛 我们身为女生 我们当然也会生气嘛 如果第一次这样 我就会跟他讲 你太过分了 其实海伦青豪 发生事宜之后 立马去报案 这是对的 这种态度是对的 我们要鼓励女孩子 碰到这种事宜 你不要怕 我哪里不对了 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女生 从远方嫁过来这边 我们新住民 真的在台湾生活很辛苦 反而你没有感同身受 对 我真的老实讲出来 我的那个 我的身世 反而没有感同身受 陶子你讲出来的身世 是骗人的呀 不是 你讲 你为了上节目 毁掉了我了 我为了上节目毁掉你 我觉得你太过分了 陶子 你为了赚钱毁了你自己 我就觉得是没钱 你真的是当人家姐姐 你当很奇怪 但是陶子你自己说谎 你从来都没有跟大家道歉过 你还说我 你还说我其实你 我觉得你太过分 你编了那么多的故事 好 我说句 我跟你讲了 你编了那么多的故事 骗了所有的台湾人 你到现在还在骗 真的 好